我 我 聽說你要見我 我 這殺人不眨眼的魔法 今天我要殺了你 幫助 靖靖 你不是他那時候 你當時他那時候 也認不上了 你放心 他不會傷害他 從來不殺一個不該殺的人 洛哥哥該殺的 實話不是我殺的 這一點 陸小鳳該比我更清楚 你哥哥是金九雯殺的 他已經承認了 實話是你的哥哥 不錯 是我的親哥哥 我沒有殺你哥哥 可是 我卻殺了你嫂子 你為什麼要殺他 因為 他做了對不起你哥哥的事 他不應該跟別人通姦 所以我把他殺了 就算他有錯 也輪不到你們殺他 你沒有這個資格 我有這個資格 因為 跟他通姦的人 是我的丈夫 所以我把他們一塊殺了 所以我把他們一塊殺了 陸小鳳 還想不想喝酒啊 當然想喝 走啊 好 大姐 你是什麼時候和他定下計策 我們怎麼都不知道呢 在我跟他比武 空中錯身之際 他說 跟我走 我們一塊去抓繡花大盜 我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所以 你就故意輸給他 瞞著我們 跟著他走了 我不能讓你們知道 因為 你們之中 有一個是金九龍的同盟 你查出這個人的嗎 我相信 我相信 不會是老四 老六 和老七 因為到目前為止 他們還是完畢之身 這表示 他們沒有和金九龍勾的 所以 你就偷偷叫我們去找 花美羅跟常曼天他們 不錯 江五妹 你的嫌疑本來最重 因為只有你能夠接近江崇薇 拿到江崇薇的鑰匙 可是後來我發現 金九龍也是她的好友 她同樣可以接近她 再說 如果你是她的同盟 那麼你絕對不會去找司空災星 拿那塊段子 叫她去欺下鞭匙 三妹 本來你是沒有嫌疑的 可是 你卻不該 在陸小鳳 家屍老七的時候 你還向她下手 逼著她 叫她懷疑 加深我們的嫌疑 二娘 現在你已經知道誰是奸細了 你還不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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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把這呢 還沒有關係 你還不下手 你還要幫她 你還不下手 你還要帶她 妳還不下手 我還不下手 我 我還不下手 沒想到,你卻真要三妹來頂你的罪 你自己了斷吧 鞠躬你了 既然已經錯了,又何必再錯呢 信己已經死了,人又何必再死呢 要走了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該走,總是要走 你上哪去呢? 既然我已經要走了,又何必再問 我既然問了,又何必不說呢? 好,那我就告訴你,我要去找司空摘星 找他幹嗎? 叫他幫我挖蚯蚓 好了,我們跟你比了 為什麼?你說我想賴? 想賴的是小狗,我是有正事要辦的 你還會有什麼正事要辦? 你忘了,葉姑城跟西門吹雪決鬥的事 是啊 對了,月圓之夜,紫禁之巔 一見西來,天外飛仙 就是了,這件事要比蛙蚯蚓重要得多了 好,我們走 走多了會累,你去偷兩匹馬 沒問題 呼彌陀佛 你來幹什麼? 和尚很生氣,和尚我實在看不過去 什麼事情看不過去? 我看不得你在練劍 西門吹雪不練劍,練什麼呢? 老婆都要跑了,居然還有心情在這練劍 秀卿在什麼地方? 你怎麼知道我知道你老婆在哪? 少廢話,告訴我,秀卿在什麼地方? 好,跟我來 秀卿 崔雪 秀卿 秀卿 我找你找得好苦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是我說的 秀卿 秀卿 你怎麼了? 她懷孕了 秀卿 秀卿 是真的? 月之夜 紫禁之天 一景夕 天外飞行 我该怎么办 春雪 你在说什么 我和叶孤城 已经定下了生死之运 不 春雪 你不要去 她的丈夫 一言其出 岂能反抗 就算不为了我 也该替我肚子里的爱人 想一想 有孩子 我更可以放手一步 春雪 你放心 我会把你安排好 春雪 你早来了一天 不 我要晚来一个月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个孩子 我必须安排他们母子 西门锤旋 你输了 何以见得 因为你的建议 也不再无情 那是我的事 好 我答应 但是换个地点如何 什么地 太和店 是金兰宝店 不错 不贫乏的比试 必须在不贫乏的地方 行 九月十五 紫金之店 一见戏 天外奋献 两位叔叔 这又没什么 随便来捡个小菜 吃完了 我们还得赶路呢 好 妈妈 不错 什么事不对 整个事情都不对 要说就说清楚 吃饭以前来这一趟 你啥害我肚子痛啊 你不必肚子痛 我的头已经开始痛了 到底什么事 薛斌死得可疑 你凭什么这么说 这金九龄死前明明说 金九龄的话靠不住 他要是在死前 跟我们开个大玩笑呢 你这个人也未免太多疑了吧 我要是不多疑的话 活不到今天了 那你要怎么样 才相信薛斌已经死了 我一定要看到薛斌尸体才行 走 上哪去 回阳城找薛斌的事情 我啊 来来来 这人就这样 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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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起来 我要在这等了两天了 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会来 哦 你知道我们会来 那可不 这薛斌死不见识 陆小凤 还有不倾疑的 再这一说 这个金九龄到死 他都不承认他是个绣花纳盗 这个事情就太奇怪了 所以我想啊 陆小凤必然会来找大通大智的 你说金九龄不是修画大道 这这这这我只是这么猜测罢了 详细的情形你还是问大通大智吧 不过还是老规矩哦 嘿 一个问题五十了呀 好 嗯 你们两个在这等着 刚才还一副龟孙样 看到了钱就脚得像大老爷一样 要不然他怎么叫龟孙的大老爷呢 有什么问题你们问吧 薛斌在哪里 薛斌关在他家的地窖里 金九龄是不是绣花大道 他是绣花大道 这家伙全心想骗钱嘛 骗你问个二百五的问题 我进去找他算账 先别急嘛 我再问他一个问题就真下大白了 金九龄的背后我是不是还有主持人呐 有 是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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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钱呢 没钱呢 你呢 我也没了 没银子了 能不能欠一次啊 小本金鹰 什么 五十两一个问题还是小本金银 小四公 咱们先去找薛斌财处 快 走 小思考 这是你的差事 让开 让开 陆嫂凤 你的心里就只有一个陆嫂凤 我 我呢 小思考 许冰 你怎么会被关在这儿的 你奶奶呢 我 我奶奶她 是你奶奶把你关在这儿的 这么说 在阳城接走你的人就是你奶奶 你奶奶让你陪我到阳城 然后又把你接走 而且还杀了蛇黄的两个弟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啊 薛丁把你的注意力执 下入这红鞋子组织的计划已经成功了 他没有在阳城单柳的必要了 都不想说 原来真正家伙公孙大娘的就是你 不 公孙大娘是我结拜大计 我才不可能出卖他呢 这么说是你奶奶呢 你不要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相信你什么都不知道 要不然你奶奶 也会把你关到这地下 可见的 她必须希望你知道 她都有关她的事 神针薛夫人 神针薛夫人 只有薛夫人的神针 才能刺下长漫天 华一凡江仲威的眼睛 对 薛夫人负责刺下他们的眼睛 金九龄负责搬运他们的财物 好一个天衣无缝相得一丈 真想不到金九龄建财情义 来了个黑之黑 把抢来的金银财宝 全都藏在王府的宝库里 所以金九龄 刑场败王之后 只有扶手认罪 然而真正的修华大道 学习个法官 你咋就知道 你跟奶奶是秀华大道的 我 我也是刚才低下任你天 才想通的 好了好了 你先别哭了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你奶奶把你关在这里之后 她人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她会不会去东南王府了 嗯 喂 干嘛不吃啊 吃点东西吧 不吃东西身子受不了了 我可是尝过这种滋味啊 你别劝我 我真的一点胃口都没有 我真是搞不懂 你奶奶那么大年纪了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哎 哎呀 哎呀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在半路上碰到了他 所以王府就不必去了 对 那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老师和尚告诉他吧 和尚我刚从王府里面出来 和尚我刚从王府里面出来 里面平静得很 一点事儿都没有 哎 你到王府去干什么 哎 我是去听金九龄超度的 哎 王爷赏了我一席处宅 你看看 吃了我肚子发燥 你看 奇怪了 神真薛夫人没有到王府去 他会到哪儿去 神真 哎 神真 哎 哎 欺负我老太婆跑得比他慢 没关系 我会有办法把你逼出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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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在此分手吧 你不是上午那儿坐着先 够了 我要再不回去的话 七侠真的就要断香火了 好吧 那咱们只好下次再见了 嗯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你 这不真香 是薛夫人干的 二娘三娘 也都是死案上的真相 那儿还有一个 谢冰 哎 何让我去追 奇怪 死的全都是穿红鞋的 难道说 神针薛夫人和他们有仇 公孙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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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薛夫人竟来过了 嗯 香炉是冷的 证明人已经走了很久 你怎么知道公孙大娘是走了 而不是死了呢 因为公孙大娘并非等闲之辈 如果要置他于死地 必须一级成功 否则就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机会 目前看样子 神针薛夫人 显然已经失去了先机了 你说对了 我的确是逃过了一劫 薛夫人为什么要杀你 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问过我 获修的钱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是问过你 可是你并没有回答我 我没有回答你的原因 是我不能确定她是谁 可是现在我已经知道她是谁 她就是神针薛夫人 一点都不错 你认为她想杀你灭口 当然 死人是最能够守密的 这我就不懂了 获修的钱 本来就是补以之财 就算黑吃黑 神针薛夫人也不用怕别人知道 她杀你灭口 目的又是何在呢 好 那么我问你同样一个问题 薛夫人已经那么大把年纪了 她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这就很难说了 有些人天生就是爱钱 就算是不花 摆在家里看也舒服啊 那也不用杀人灭口啊 你的意思是说 薛夫人把那笔钱交给某一个秘密组织 所以她才要追杀任何可能发现他们的人 陆小凤 你真是很聪明 我并不是聪明 我是突然间想到的二娘 她不也专为红鞋子组织筹筹钱吗 我还想到的 可惜 二娘已经不能再为你们仇情 你说什么 二娘已经死了 不但二娘死, 三娘, 江青霞, 還有那個敵姑也都送了 他們是怎麼死的? 他們都是死在神真薛夫人的手裡 你們知道龜孫子大老爺他在什麼地方? 你想幹什麼? 聽說歐陽晴和雪兒要去找他 有問我的問題他真的都能回答啊? 我幹嘛騙你?他比算命的還準呢 那我就要問問看我姐姐到底死了沒有 暫停營業 這,他準是又到哪風流去了? 我們走吧 好吧 他不在,你下次再來吧 沒關係 我等他們回來 小心 大女孩,怎麼回事啊?他為什麼要暗示我們?他誰啊? 他是神劍缺夫人 二娘三娘, 五娘六娘都招惹他的毒手 姑娘,你別哭好不好 哎呦 你別哭好不好 和尚我這一輩子最怕看見就是女人哭 偏偏那個陸小公啊 就把你用個會哭的女人來給我 哎呦 那你不要管我,你出去好了 啊,啊,對,對,我出去 不行,哎,陸小鳳把你交給我保管的 我不能不負這個責任 好,要哭,你儘管的哭 我呀,耳朵塞起來,引你閉起來 嘿嘿 哎,哎,徐姑娘 你,你看和尚我這樣整個睡覺 哎,咱倆打仗就好啊 你讓和尚我打個盹啊 要哭,明天早上天亮以後啊 你怎麼哭都可以 哎,徐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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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人,人呢 哎,要跟你走嗎 不走也得走 我不要跟你走 放開我媽 現在這事有不得你 哎,奶奶,你到底是為了什麼嗎 為什麼要做這種傷戀害你的事 這是我的事 用不著你管 可是,陸小鳳已經管了 你以為你有多僥倖 可以逃得過陸小鳳 比我原來想像中的確要聰明多了 可是,他聰明不了多久了 我會連他一塊殺 奶奶,你還要殺人啊 這事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事關重大 凡是知道我秘密的人 我都要殺你 那你連我也快殺好了 我也知道你的秘密 你都知道些什麼 我知道你牽涉到一個秘密組織 我知道你們正在進行一樁大陰謀 更知道 你跟金九齡串通好 扮演繡花大盜 你以為公孫大娘在你們一次行動中 識破了你的身份 所以,你想嫁禍公孫大娘 達到你街道殺人的目的 可是,你嫁禍不成 所以,你就親自出馬 殺公孫大娘滅口 你怎麼突然變得聰明起來 我都知道你的秘密了 你要殺,就連我也快殺好了 你真正看你,難殺無辜 我的心 不要很難過 乎彌陀佛 我已經知道你的秘密了 你乾脆就連我一塊殺吧 你這個和尚真是老實 你要是不出來 不就免了一死嗎 那可不是 和尚要是不老實 那會比死還要更難受 好 那我就成全你 等一等 和尚,我還想問你一句話 你這和尚毛病可真多 有什麼問題,快問吧 你知因為你的武功 會比葉無辰厲害嗎 你問這個問題幹什麼 如果你沒有葉無辰厲害 那和尚我就死不了嗎 因為我曾經躲過天外飛仙這一招 哼 你躲得過天外飛仙 卻躲不過我 透骨神針 你說和尚我這麼多針幹什麼 和尚我又不會繡花 和尚我 和尚神針 你們都坐到這裡幹什麼 等死啊 陸小豬 你不是嚇人主意最多的嗎 怎麼這會連屁都不放一個 把什麼放啊 薛夫人的厲害 我又不是不知道 我要是證了她的快樂神針呢 我就完了 快樂神針 快樂神針 是神針薛夫人的獨門案起 中了針的人 會狂笑三天而死 死的時候 面帶笑容 七孔流血 非常的恐怖 死 土天下之人 還沒有能躲過我 快樂神針的 你就待在這兒 好好地笑 奶奶 她是個出家人 妳標準這種殘酷的手段對她嗎 快把解藥拿出來 出家人 她也是人 她只要知道我的秘密 我就不能讓他活著 你到底走不走? 我不 好,你這個我們不孝的東西 等我辦好了事,我再來跟你算賬 奶奶,就是把底藥留下來嘛 奶奶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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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掙 快樂!神掙有什麼可怕的? 吃得嘴見就知道應該是plex toca 總你比他們擔心死好的 擔心誰啊? 擔心誰? 你以為我擔心你啊?才怪 我擔心的是老師和尚 老师和尚 西门缺续 薛斌 还有老师和尚 老师和尚干嘛那么乐 该不是中了薛夫人的快乐神证了 西门缺续 他 还算了快乐神针 薛斌 你哪个神针 你应该有解药了 不是 你没有解药 老师和尚 老师和尚 他还能活多久 三点 三天之内 我一定要找到薛夫人要的解药 西门缺续 你打算管这件事 薛夫人的事 我不管 老师和尚的生死 我一定要管 为什么 因为他救了秀气 他对我有恩 Kath官 focus 要 贺也 了 我们 讨厌 诶 初白 你们请 你们请 小爱 有没有看到一个拿着拐杖的老太婆 老太婆倒没有 大姑娘倒有一个 徐冰怎么样 他睡了 我要欧阳晴和雪儿陪着他 徐冰也真是够瘦了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他奶奶就不是绣花大盗 我们先别谈这些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想请你留下 来陪我这个妹子 我留下来 那你呢 我要去找神真薛夫人 你要去找她 你想跟老师和尚一样 我要是和老师和尚一样 撞了快乐神真 那么我就要求你 帮我第二个忙 什么忙啊 一刀把我杀死 因为我无法忍受那种疯狂的样子 可是我知道我那三个妹子 到时候一个也下不了手 所以我要事先要求你帮我这个忙 给我个痛快 你别一向情愿了 我可没答应你 你怎么连这点忙都不肯帮呢 这这这叫什么一点忙嘛 你简直是强人所难嘛 你怎么知道我下得了手啊 你 你难道不知道我陆小凤是从来不杀人的 更何况是杀我的朋友 原来你把我当作你的朋友 我从来没把你当成我的敌人哪 好急 有你这句话 我就算死也是死而无恨 我走了 等等 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我是说你不必去了 我去好了 你去干什么 薛夫人杀了我那些姐妹 为的就是要引我出来 目前我的情况跟你也差不了多少 薛夫人也同样的想杀我灭口 所以你去跟我去都是一样的 薛夫人同样的会欢迎我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我去呢 我要是种了她的快乐神针 笑起来会比你好看的多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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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老师 我这么做是不得已 哈哈 你放心 你也想老师 你是个好和尚人 你不会死 我现在就去找人 学会不要解药 小二 混账了 算一下看 多少钱 你公司扒个钱 你公司扒个钱 来 谢谢您 哎呀 哎呀对不起 对不起 你弄错了 解药我是从来不放在身上的 啊 哼 啊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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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小四哥 小四哥 你怎么了 哎呦 这个可恶的老太陌 有本事的话就对我出城 想死还不容易吗 嗯 怎麼啦,為何不發你的快樂神針,該不會是用完了吧? 老太婆,我這裡還有一個,你要不要借用一下 十何月是自盡之墊 一間新的電位兵線 我,我本來是他 他在說什麼? 我也沒聽清楚,他好像說什麼太黃太厚了 他也配 小司空,你剛才不是中了快樂神針嗎?怎麼沒事? 這什麼? 福星客棧的菜單 你們去找解藥,替老師和尚解讀我 我走了 西門出去,你跟葉孤城在什麼時候比劍? 他剛才不是說了,九月十五,紫禁之墊 九月十五,紫禁之墊 一見熄來,天外飛仙 找到了 這個老太婆還真陰呢 竟把這個緊藥藏在那個裹腳布裡 我,這怎麼回事呢? 你笑得比酷還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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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你也別難過了 你爛爛五步 天女難容,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兒 學姑娘,何讓我會練習? 讓我來替你奶奶超度 你不必了 你差點就需要人家替你超度呢 像我這麼愛笑的人,這兩天我都笑不出來 我算了算了,我最少少活了五年了 才兩天沒笑,你就少活五年 那西門吹雪一生難得笑一次 不就活不成了 洗门追寻 我得赶快走 要不然我就赶不上九月十五 指尽之天的盛会 下次我们咱们快走 快 好啊